12月10日,位于太原市西南部的太原龙泉寺唐代舍利塔进入复建工程收尾阶段,其中耗费65吨纯铜打造的访唐地宫基本完工。 在这座地宫内,从房顶到地板,从墙体到楼梯,从浮雕到造像,全部都是纯铜打造。 不如其中,金碧辉煌的内饰在灯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,墙壁上刻有纯铜打造的铜壁画,彰显大唐盛世的建筑气派。 在地宫中央,有一座水晶舍利宝塔,里边供奉着佛界高僧舍利。 2008年5月7日,龙泉寺院东侧台发掘出一座不晚于五周时期的佛塔地宫。 为了保护文物遗址,展现唐代佛塔魅力,当地政府开始附建这座舍利塔。 这个地基是2008年,我们在修山消防水水池的时候,发现了石门、石寒这些东西。 金考古研究是唐朝的。 地基里面有五重关果,分别是石果、木果、铜果、金关、银关。 金关外面有一个石头打的蝴蝶结,金关里面是有绿豆大小的十几颗舌粒子。 泰山龙泉寺唐代舍利塔遗址,大约修建于五周至唐景云年间。 保存完整,是中国以佛塔地宫一埋舍利的早期实力, 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当地文化相融合的实物见证。 2013年5月,龙泉寺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2014年5月,龙泉寺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第二、草原静学城墙穿在华尽广争圈。 感谢观看